Hello 大家好 我是Nancy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有没有觉得我最近很勤奋 然后上次不是大家说我眉头很浓吗 我今天稍微淡了一点点 可是我觉得我眉头很笨 还就这么浓 好了 不废话了 今天我要说的呢 就是这两盘的上演实测 然后也会把它们的腮红都上演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两盘我比较喜欢哪一盘 然后也会跟大家刷色 如果大家对这两盘感兴趣的话 或者是对我脸上的这个妆感兴趣的话 大家都继续看下去吧 我们现在倒退到我素颜的时候 Hello 大家您可以看到我整个脸的底妆都已经完成了 我今天穿得超级美的夏天 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吧 因为这个是2020年的限定盘 它的包装是这种丝绸面的 然后这里有个蕾丝 它整体的感觉呢 我觉得会相对于2021年的这款更优雅一点吧 就这款你可以感觉到它明显是比较少女的 它是这种小相风 其实两款的做工都非常的好 2021年的这一款 它虽然是小相风 因为小相风很容易给人很廉价的感觉 可是它的包装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它有这种小线 它这个扣扣也是珍珠的 给大家打开来这样子看一下 里面的配色就是很粉嫩的 它旁边还有这种字 就做得很像书一样 它中间的这个隔层呢 这里还会印到这个地方 就腮红 这里有一个字 好可爱 写的 Hey gorgeous you look fabulous 整体比较偏粉嫩一点 然后我也会上手给大家试色一下 我们看一下2020年这一款 它这个真的是很舒服的这种断面的材质 然后这里都是有那种刻字的 在镜头上看上去可能会问你 就不够它实体拿上去值地 真的很好 这个没有那本那么像书 但是你看它这个地方有点像墙纸一样的 它这一面是偏雾面的上面也有了一个字 看不到我写什么 2020年的这一盘的颜色 明显会比这个的颜色偏墨兰迪一点吧 这个就比较少女 我觉得比较符合现在的那种女团风 这个会更墨兰迪很符合现在的那种 无妆容的感觉吧 我给大家上手试一下 我们先上手试一下这一根 我们就从上到下这样子试 它们的这个质地呢 其实不会非常的飞粉 可是你可以看到它的显色度 其实是很浅的 这一盘它所有的颜色都是比较偏灰调的 它的这个是 有一个姜黄色 沙底色 这就是他们家这个盘里的四个雾面色 去年的盘呢有四个雾面色 今年就只有两个雾面色 这个呢是比较小的这种那种片 细腻一点的 然后这个是他们家那个大亮片 哇超级闪 连得很紧的 这就是他们家眼影的配色 我们现在来上去他们家的腮红 腮红我觉得比较偏粉嫩的 上了好多层 就反正这整一盘眼影呢 它上脸都是很容易驾驭的 因为颜色比较浅嘛 然后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亮片 你看哇 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先在我的这边上脸这一个吧 先从眼影开始 然后这个lace dress 可以看到它虽然颜色很强 还是有一定的上色度的 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一盘它可以走两个不同的色系 一个是偏姜黄色 一个是偏粉的 我打算今天走一个偏粉嫩调的感觉 然后这个刷子我们上一点这个粉色 这个粉色就可以当一个橱色这样一片 顾上 但是同样的颜色我们弄一下下一点 现在再用这个准深色做一下颜色加深 我们再用了这个亮片画一下卧肠的部位 其实我个人现在是比较喜欢这种雾面的妆 不过我们现在可以用一下它这个大亮片 用一下这个大亮片点在眼睛中间那里 点在眼睛中间那里 点在眼睛这里 前面这里也高一点 看它就装眼妆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去补个眼线然后回来 这个就是2020年它们这款年拧完成的样子了 是不是还蛮好看的 好了我现在打算上一下它的这个腮红在我的脸上 用的呢也是雨集的 它们家这个点彩刷 这腮红可以看到是比较非粉的 好像看的不是很清楚 上了很多了 应该镜头里可以看的比较清楚了吧 上了好多层 这个腮红的上脸其实预演能力还不错 显色度比我想象的好一点点 大家可以看到吧 反正我整体这边的妆效就是很温柔 然后呢如果你不想那么招摇的话 你不放那个亮片整体的眼妆也是很好看的 我蛮喜欢这一盘的 这样子 好了我们现在的话2021年这一盘 我也会上手给大家试色一下这一盘 现在很阴阳一点 我也从这样子开始试给大家 明显就可以感觉到它粉嫩很多 看比较偏综合上手呢 还是有一点点偏粉 现在就是他们这个 这有带 这种闪片的 其实他们这里有两个颜色都是那种雾面 然后里面有一点点 闪片的那种 这个也是 可以看到吗 我们现在来试它 另外两个亮片色 它这里呢没有那个细小的亮片 有两个比较大的亮片 这个是偏粉的 这个是偏金的 这偏金的这个明显会比较粗糙一点 但是两个亮片都特别闪 这就是他们这一盘的这个眼影的配色 我们现在来试一下腮红色 这个腮红色会比刚才那一款更偏粉白一点 应该是那种膨胀色 也是用了这个颜色来打个底 它就没有刚才这边的那种消肿的感觉 它就是 粉白粉白的 我现在打算用它这个颜色吧 我们来做一个眼影的主色 因为我很想看一下它这种 霧面的里面带细闪的到底是怎么样 这个霧面里面带细闪的这个质地 我不是很喜欢 因为你看 它涂了 你没有看到细闪吗 不是没有看到 好粉嫩 再用它另外的这个颜色来做一个眼尾夹身 这个也是一个霧面带细闪的颜色 它的这个粉我觉得好像是比较偏冷掉一点的 就不是很适合暖皮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偏黄皮的 但是呢上刺度也是还比较浅 所以呢你就不用害怕会出错 嗯 嗯 嗯 也是差不多这种感觉 我再画一点再下眼点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个会比较消肿一点 这个就比较少女一点吧 也还行 好了 我们现在来上一下它的两个大亮片色吧 这个里面我觉得没有一个颜色可以用来弄这个卧蝉这里 因为它两个大亮片都特别亮 我先用这个粉的这个吧 哇 好亮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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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完蛋了 弄到鼻子上了 有办法补救吗 好像没有了 哇 我这弄的太多了 大家补就是失败啊你 失败啊你 这个可能能用刷子弄比较好一点 我没想到你弄到鼻子那儿了 好了 就这个妆是差不多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让它多一点层次 我在上面外的那个亮片在这个上面 看不太到就感觉眼睛特别特别的亮 好了我现在去补个眼线和睫毛 好了我们现在看它完妆的样子 两边对比一下 好了我们现在来用这个 呃这一盘小箱盘来画一下它的那个腮红包 那腮红呢 刚才不小心被我用指甲刮到了 哼好心疼 好了我们现在来画一下 它的这个腮红我感觉会比 另外那款蕾丝盘更粉一点 所以它很适合打在面 面 练中 很适合打在面中这里 让脸比较膨胀一点 好像我这边会比较膨一点 可以看出来吗 因为我这个已经刷了蛮多层了 可是它真的不是很显色 今天呢就是这样了 我去补个口红啊 好了我现在把头发弄了 然后涂了一个口红 是也是一个韩系的 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两盘吧 就我个人觉得两盘呢 它上脸的风格是很不一样的 就这一盘2021年的这款小香风 它上脸是明显那种比较少女 而且偏粉 可以让你显得比较年轻的感觉 呃这一盘呢就去年的这一盘蕾丝盘 它明显就是会温柔小姐姐一点 我两款呢我个人比较起来 就符合我现在的风格吧 我会更喜欢这一款多一点 第一我觉得他们家这一版的 它的雾面色有四个 会比这一版的多一点 还有就是这一版呢 里面有我很不喜欢的那种雾面 里面带闪粉的质地 因为我觉得你为什么不好好 做一个雾面色呢 因为你那个亮片 它到处晕染的话 它很容易亮片飞到到处都是 可是它远远在上面 它基本上跟雾面色没有差别 那个亮片呢只是让你看着开心的 还有就是这一盘里面 它的亮片是分不同质地的 它有一个比较细腻一点的亮片 还有个这种比较大亮片的 就是这个我就可以用它来做卧蝉 或者是如果我平常不想要那么夸张 但是我又想要一点点亮片的话呢 我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不用用到这个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这种大亮片色 用在眼睛上是真的还蛮夸张的 可是这一盘呢 它两个都是这种大亮片 虽然它在这个盘里面 和手臂是试色上面看上去 是会有点不一样 可是我个人觉得上眼 因为它的亮片特别大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就这一盘呢 你就只可以画一个比较粉嫩一点的妆 或者如果你想要舞台一点的话呢 你就弄这两个 我觉得你平常出去逛街 用这两个的几率真的不是很大 像我今天画的这个 这么亮的这个亮片妆 我平常是不敢画这种妆出门的 就对于我来说有点太夸张了 这一款呢我就觉得它四个雾面色 其实已经可以自己完成好一个妆了 就如果你想要再高调一点点 就可以加上这个 或者是如果你那天想要party 或者是想要什么 就可以再加上这个 所以这两盘呢相对比 应该可以看到我更喜欢哪一盘 我更喜欢这个 这盘呢它整体来说会比较实用一点 然后这个雾面色我也很喜欢 可以看到它是分成两种 比较不同的色系的 这个是可以打底嘛 它这个是比较偏姜黄色的 上眼这两个颜色 可以用作两个不同的主色 所以我觉得这盘还蛮实用的 这一盘呢我个人最喜欢的呢 其实就是它的这个腮红色 因为我觉得这个腮红色上脸很好看的 就显得我这边比较喷一点 然后它的粉质也不错 可是它其他的这几个眼影呢 大家刚才上眼也看到了 它的这个粉色是比较偏冷一点点的 所以在我的眼睛上 特别是像我是黄皮嘛 其实没有特别特别的好看 好了这个就是今天的视频 我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哪一盘 就他们家的这种眼影书 好像都是限量的 如果大家比较喜欢这个的话呢 我会建议大家尽快购入 因为它可能再过一会就没了嘛 然后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然后记得多关注我的频道 一键三连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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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